全油管最快新闻,人社部网站发布国务院任免信息 据人社部网站1月5日消息,国务院近日进行了一系列国家工作人员的任免 其中,汪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 李宝骏成为民政部副部长 董新担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 秦玉云成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 李云青被任命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林正义成为国家档案局副局长 同时,国务院还免去了吕伟红的海关总署副署长职务 杨小伟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职务 魏洪涛和谢经纬的国家档案局副局长职务 王延宾的国家保密局副局长职务 以及王阳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职务 这一系列人事变动将对各机构的工作产生影响 值得关注 订阅新闻及速递 最先知晓天下事